基本上我把它做demo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秀一下我们完成 刚刚这个完成档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 OK好 我把它恢复 先切到完成的这个画面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即时 那我希望做到了 类似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首页进来是home 那我希望呢 能够上面有123个按钮 我可以按一下最新消息 它能够跳到最新消息 然后上面有一个回上一页 可以让它back一下 然后新书登场 有没有可以back 反正这个功能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四页 一个首页 三页在那边跳来跳去而已 就这样而已啦 实际上呢 也类似像一个网站 不过 它还是在同一页里面跳来跳去 这个感觉比较像 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 一页一页这个以前 这个叫什么 叫书签啦 就是说它在同一页 只是说同一页的上面 中间跟下面 反正就是点这边 跳到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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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这样子 那里面的资料呢 请各位参考一下那个 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102 有没有 那个练习档里面102 你把那个data打开来 那第一个网页 你就是怎么样 把它复制嘛 复制的话呢 这个第一页就是什么 考生服务网 那第二页的话 实际上就是 你把那个data里面的最新消息 然后最新消息里面的东西 就在下方嘛 反正你就是 分别把它贴上就对了 那主要我们就是 知道每一个 这个是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是 课程 OK 假设有 那底下的内容 我想你就是在把那个data里面的东西 再贴过来 反正就是 它底下有东西 那你就把它贴 最新消息 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下面内容 那贴上之后呢 记得把它选起来 做什么呢 因为最好怎么样 前面给它一个 那个什么呢 这个叫 清单 项目清单 特别注意哦 然后在下面这边属性 有个项目清单把它点一下 让它可以变一点一点 这样子 然后底下内容认证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样我们四个page 看起来就比较会有不同 那记得哦 那个每一页 每一页中间 记得把它分开 这个我想之前同学 最容易发生的错误 就是在页跟页之间 没有分 把它变成 页里面有页 页里面有页 最后完全没办法连接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在考生服务网上面 加一张图好了 那怎么加一张图 你把它按个enter 那图的部分呢 请你从什么 从那个刚刚的102 这边有个image 把这个整个资料夹 整个拖拉到哪里呢 拖拉到网站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image 里面的图档 整个帮我复制到网站里面 放开 那他理论上这边会多一个image image里面有个logo OK 再做一次给大家 比如说你这边 把它直接 这个 先把它删掉 如果要把刚刚的那个image资料夹 把它拖拉过来 记得哦 它两边是可以通的 拖拉到这边有加号 放开 这个就打开 那把这个logo 拖拉到那个考生服务网的上面 用拖拉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 把这张图呢 放在这个app的上面 记得文字不用按确定 好 这边就有一个了 OK 然后把它稍微拖拉 大小你自己再调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你可以即时看一下 即时 OK 上面就有了 不过呢 现在 它这个页面呢 是有页首 页首上面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黑黑这一块 下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内容 那没有页尾 那我希望在这个下方看到什么东西呢 我希望在这个里面看到 有三个这个按钮 那特别注意哦 我们待会儿 在首页里面呢 就是要做两个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 这个叫net bar 叫net bar 底下这个叫list view list view是清单 实际上它的作用是 是相是差不多的啦 差别只是说呢 这个是按钮 那这个是清单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要练习 哎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哦 那做法上面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 我刚刚讲的哦 主要第一个 把刚刚的那个102 列席档里面的data 这个档案里面的东西哦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第一个是考生服务网 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一之类推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哦 就是那个大大的按钮 跟清单要怎么做哦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我先把它也许先独立出来三个 复制一下 特别注意哦 请特别注意一下哦 在home的这个地方哦 内容这两个字 关键在这个内容 这两个字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也许先把它delete掉 请你 因为我要加一个netbar 所以呢 我需要先在这边呢 先插入一个 特别注意哦 本来是在这个 这个query 那个mobile这边 这个页面对不对 请你把它改成板面 板面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我要做一个 这个什么呢 做一个那个 三个按钮之前 我底下要先铺一个DIV 这个DIV的话在板面 那第一个就一个插入DIV标签 这个DIV标签主要作用是 让它有一个板面嘛 反正先一个底下铺一层 然后再把我三个按钮放上去 所以第一个哦 特别重要 请你从这边切到板面 插入一个DIV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它会出现说 新增标签内容放这里 所以我把刚刚 那个三个标题 有没有 独立出来 这个最新消息到认证 课程 把它直接贴到这个标签位置 把它贴上 把它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一样跟刚刚一样 做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呢 请你把这三个 先做那个项目 项目清单 不过这个项目清单 它里面可能会有个问题说 因为我从记事本贴过来 它好像只有一个段落 所以一点怎么办呢 没关系 delete掉 enter 再移到最后面 把它delete掉 再重新enter 反正它会看几个段落 就给几个点 如果说你只有一个点 那你就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做过一遍 那这个时候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做错 通常是你看不懂旁边到底 这个地方 其实可能最好慢慢你要 观察一下旁边 到底帮你增加什么 它一定是增加一个div 头 div尾一定是斜线开头 有没有 头尾在这里 那ul指的是项目符号 里面li就是它的项目 项目符号开头 项目符号结束 那我接下来如果说呢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超连接 我们先做超连接好了 怎么做超连接 1 把游标选最新消息 如果要连接到它的话 请记得 选最新消息之后 在它的下方会有个连接 请你加一个紧什么 紧那个page1 所以这边打一个page 1 意思是说呢 我要连接到page1 你就enter就可以了 那我的习惯是把前面这个 复制一下enter 为什么复制呢 因为底下这边还有page2 所以把那个page前面 复制贴上就好了 page2 再来就什么page3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怎么样 先在这边先插入一个div 然后呢 把这三个贴上之后 加一个项目符号 ok 这个第一步 加div 第二步的话呢 再做超连接 其实你会发现 你如果要预览结果的话 交规一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它最大的方便是 这边有个什么 即时 那即时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你做完的结果 所以按个即时看看 最新消息 也过来了 但是回不去了 怎么办 没关系 这边还有个back 那因为我们回去那个还没做 所以我直接点这边back 有没有回来了 新书登场 一样可以不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呢 我做的这个地方div 它是网页的这个旧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将来 假设做这样子 可不可以点 可以点 但是你会给人家点 不方便 所以通常会把它 把这个地方三个连接 变成大大的三个按钮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一二三 如果把它变这样 怎么做 第一个呢 请特别注意呢 一 即时把它点掉 那怎么做 一 行李游标 一样是停在 停在这边吧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记得呢 请你把它切到 那个 你的右边这边 有一个叫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也常常同学找不到 这边先选吧 然后再切到右边这边 有叫 叫什么 标签 简视窗这里 OK 这个很重要 这个 然后呢 在底下的话呢 会有一个 功能 就是JQ Mobile 有没有 其实就对应这个 主要是利用它 帮我做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属性标签 那其中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做 Data开头 DataRaw DataRaw 底下找一下 有没有叫DataRaw DataRaw意思是说 你 你用这一个外挂 这个JQ Mobile 它帮我怎么样 把这一个本来是网页的超连结 变成大大的按钮 那怎么做 第一个 选取你现在要选的方法 不过 这个地方选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你现在选 它可能会设定到那个UL 所以我比较建议啦 最好还是 邮标请你放在这个UL这个的上面 其实我们插入那个DIV 邮标尽量放在这里 但是有的时候你放不到这里的话 你可以 那不就点这个外挂框框吧 这样也可以 不过这个有时候会点到那个外面叫content 比较容易做 我是建议邮标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DIV这里 这个也是最容易犯错的 再来的话呢 利用那个标签检视器这边 把DataRaw改成什么 改成 DataRaw改成叫Nebar 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个设定 叫做Nebar Nebar意思就是说 上面可以帮我变成条列的一条 导览列 OK 那把它改成Nebar OK 点击 那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这边变动的话呢 它其实是主要帮你写程式在这里 所以你点击这边Nebar 你们会发现 它实际上 就是帮你写什么 写这个 DataRaw等于Nebar 就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 你想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用这边 我直接这边打程式 可以啊 只是说 我是怕各位 好像没那么厉害 你可以打一个Data DataRaw 这边有个DataRaw 你可以打一个DataRaw 等于什么呢 等于Nebar 这边也有 Nebar OK 这样也OK啦 可是我是怕说同学 这个地方很容易犯错 记得一定要放在这个 content的下方 不然的话呢 一定会出不来 我们来预览一下看一下 OK 有没有 123出来了 所以点它 可以了 上一页 点它 又可以了 那待会的话 其实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够漂亮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好像薄薄的一层 好像不够大 所以我们后面会需要什么 做出来的效果 希望类似像完成画面里面 第一个有什么 上面有icon 有没有 有这个漂亮icon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变黄的 这个变白的 这个变蓝的 有点颜色 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因为这个 很容易做错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这边要切回来 一 先把那个 这个地方 Ctrl Z 回复 一的话呢 先怎么样 先在这边 先插入一个什么 DIV OK 第二的话呢 把那个 三个标签打上去 三就是再把这个 项目符号加上去 如果它没有点的话 你就delete掉 把它换 加上去 再来的话就加超连结 超连结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记得 在这个位置 记得是UL上面这个DIV 加一个什么 资料标签的Data Law 等于NetBar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特别注意 尤其是那个DIV那个地方 是最容易做错的 因为 这只要做错 后面那个效果就出不来 好